新华社南京1月4日电梯,男子汉是飞行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郝景文的胸怀与情怀。 新华社记者张玉清、张秘密、黄明。 对于郝景文来说,飞行,是挑战,是责任。 但首先,它是一种享受。 从第一次驾驶战机飞上蓝天,郝景文就陶醉于那种俯瞰苍雄,傲视天下的美感。 随着实战化训练的不断深化,他更沉迷于那种对抗与较量中的快感。 多架战机,上下翻飞,左右滚转,从高度8000米,载到1000米,大大鹤地拉起,反抠,摇尾,摆脱,声东击西,攻防变换。 这就是自由空战,其间,拼的是技术、智慧,是意志、默契,是方方面面。 太有意思了,太有意思了。 说起空战,郝景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都丰富了许多,连声音都高了一个八度,比任何大片游戏里的体验都刺激。 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的先学条件有很多,但在郝景文看来,最基础的一条,就是这股爱刺激,爱挑战的闯进和拼进。 空军于2011年开始组织对抗空战考核,极大的释放了尖击机部队的战斗力。 飞行员们说,只有飞过自由空战,你才体会到什么叫先高人鸟飞,守戒对抗空战比武。 郝景文就该得一点金头盔,此后数戒,只要他的部队参赛,就一定要力争第一。 然而,窗户只捅破之后,兄弟部队很快赶了上来,郝景文所在部队领跑,变得越来越不容易。 并且,屡里的战机已服役近20年,从当年的最新最强,成为今天的老旧机型,性练水长船高。 装备性能乐后,那就只能练得更精,钻得更细,就看谁研究得透。 郝景文说,胜负之差,往往就在毫厘之间,十大秒后动扳机,就可能风亏一溃。 郝景文带着飞行员进行千百次的苦练金飞,浩如人海的飞擦态度,甚至连雷达考瞄到几航节或最准确,机身回转到几度更能战略先机,都要摸查清楚,认证准确。 变到这种程度,郝景文仍然认为,还没到达极限,随着人员素质,装备技术和战场认知的不断变化。 他们的训法和战法,也在不断发展,一次次自我否定,一次次挑战极限后的突破极限,并着压力上,咬紧牙关冲。 好,就这样,他带领部队六次夺格空军对抗空战突防突击系练比武团体第一,荣誉势力,使顶金头盔,六座金飞镳奖杯一声辉,一次次突出重围,一次次绝地重生,一次次在拼搏中收获最强烈的刺激与美感。 这种辛苦,甚至是痛苦以后带来的成就感,是最最吸引人的,用郝景文的话说,这是男子汉的追求,真正的强者往往能感到更多的优怀。 长盛之师的背后,是实战牵远下的又一次自我革新。当大家把单兵种对抗烈得越来越坚实,郝景文的目光又聚焦在新的关键词上,体系与联合,现代战争,你不玩体系,基本没戏。 他说,一次实战化演练,面对装备性能大大强于几帮的对手,郝景文大胆提出体系支撑下的异形机会连作战,自己的翻带机甘做配角,伴随间击轰炸机登陆进攻,沙漠低高度远程越先奔袭,最后攻击阶段,在干扰机的掩护下,发架战机突然出现在对方阵地上空,预定攻击目标被全部拿下。 兄弟部队的飞行员说,郝景文长相憨厚,其实狡猾狡猾的,空中排兵不振,他有的是出其不意,兵型显着的战法。 而在郝景文看来,全新的体系联合作战样式,早已颠覆了以往单兵作战能力标准,没有体系的支撑,再狡猾的骑袭都无法施展。 仗怎么打,兵就怎么练,然而,未来战场上,仗到底怎么打,谁能知道,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变化的人微笑。 在这个战争那是迅速变化的时代,谁敢走新路,谁就能取得无可估量的利益。 制空权之父杜菲的话语,仿佛穿越时空,透射今天的练兵潮,赶走新路郝景文部队的营运里,正树立着这样一块赶字杯,被念刻着三毫大字,赶为人先,赶于担当,赶导必胜,正是带着这个赶字。 近年来,郝景文带领团队,率先试验式训空军训练大纲和训练法规,在全空军率先开展海上自由空战,沿海超低空飞行,沿天空中加油等多项开创线训练。 最难忘是第一次飞远海超低空,一位飞行员回忆,海平面仿佛在自己的头顶,感觉坐航寺周全是海水,发动机的声音仿佛被吸走了,周围一场空旷,此时,高速前进的战机几乎是踏着海面飞,操纵稍有偏差,战机在零点几秒间,就会一头扎进海里。 那是他跟着郝景文第一次飞这个课目,紧张的腿都在抖,直到飞出任务区,上升高度后,他才感到心脏狂跳,止不住的喘粗气,喘啥里? 耳机里传来雨长在后航满不在乎的声音,带你多飞几次,这是在玩命。 这位飞行员说,然而,这种玩命,换来的是对方的岛与雷达部队的瞳目结舌与措手不及,是对目标的成功突击。 而对于新飞行员来说,则是对飞行技术的又一次突破,更是飞行心理上的脱胎放骨。 这位飞行员后来作为把仙人才输送到兄弟部队,如今,已成为一名优秀的舰带机飞行员,战则必胜,斗虚群应未来战争是团体金牌的争夺。 带兵人的基本要务,就是要带出一只尖刀团队。 屡里的人都说,好雨长特别擅长培养新人,给你制定一个点点脚能够得着的目标,让你一步一个台阶,在诱惑下不断挖掘闲力,积累成熟。 而这诱惑,不是金钱和权柄,而是任务,机会和平台。 对于一名军人来说,给任务就是最大的诱惑,任务与事业的牵引,加上科学起完善的设计,让郝景文的部队成为三代机人才培养西地,不仅形成了完整的人才梯队,还为兄弟部队输送了一大屁股干和种子。 如今,80后飞行员成为团队的绝队主力,85后挑起了大象任务的半壁江山,90后飞行员开始展露头角。 近年,29岁的汤淑瑶在突防突击竞赛考核中拥白头筹,成为空军最年轻的金飞标得主。 我随时准备着背后浪拍在沙滩上。 郝景文说,语气里满是欣慰与得意。 下一步,新一代战机即将装备部队,被他的驾驭者提出了崭新的要求。 面对挑战,郝景文充满信心,他手下这帮思维开阔,善于学习,技术抄寻,一直过夜的年轻人,就是团队最大的底气。 我们旅的人,就是要一身杀气,到哪里都要嗷嗷叫。 近年来,人民空军远海远洋系列,应对管控任务步入常态。 郝景文所在旅与外国军机在海上多次对峙,次次步入水面,狭路相逢。 飞行员们只有一个原则,若有来散者,绝不能让他占到一丝与豪的便宜。 最近的一次,郝景文带队掩护轰六战机巡航,毫不示弱地与禁忌西尔的外国军机展开缠斗,迫使对方逃离战场。 返航途中,一边是厚厚的银海,杆光在万群雪浪上,洒下金光袜岛,另一边却是碧海成空,海水像水晶一样剔透晶莹。 这广阔空域,外里海江,有自己核站因为他构筑的铜墙铁壁。 那一次,郝景文和战友们飞得新潮澎湃,那种自豪感和价值感千金难买,在这支部队,为人民服务,还是为人民币服务,早已不构成话题。 享受飞行,挑战自我,敢于担当,不如使命这,才是男子害的追求。 郝景文说,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题,把弘扬爱国奉献精神,作为毕生价值追求。 国防动员系统学习王继财先进世纪报告会特计。 9. 甲启龙,龙泉 军委国防动员部,近日在京举行时代看魔王继财同志先进世纪报告会。 国防动员系统选体官兵和广大民兵,通过视频会议系统,同步收看报告会。 王继财的妻子王世花,儿子王治国, 严隐港市冠于县委副书记福开清,县人五部政委刘金等同志, 从不同课面,不同角度,用真直朴实的语言,生动, 讲述了王继财同志的先进世纪,首导就是首家,国安才能加安。 聆听了王继财同志先进世纪后, 更加坚定了我为祖国和人民守边关的理想信念。 广西中族自治区那坡现天池少索民兵临上前说, 我也要像王继财那样,为了祖国的边海防事业,甘于奉献,再立新宫。 苦地方同样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, 我要像王继财扎根开山岛一样扎根雪地高软, 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,幸福佳人的建设者, 新海省杂多县人五部长度军说, 榜样的力量推人奋进。 上海警备区光兵表示,要时刻喝到尽职尽责,艰苦奋斗, 当好转型发展台投兵, 王继财是全国民兵预备一群体的先进典型, 是国防动员炸线按国奉献的时代楷模, 是新时代奋斗者的杰出代表。 今年七月份以来,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, 从东海之兵到西部高原, 学习王继财同志先进世纪, 做新时代奋斗者,已在国防动员炸线蔚然成风, 从省新区到军分区, 区县,人五部到乡镇物装部,村民兵连, 各类微信群平台,大量转发王继财先进世纪, 组织官兵,职工和广大民兵与备员员同步学习, 在蒙古乌兰姆齐民兵队员与群众一起在各带五, 宣传王继财坚守海岛的世纪, 海南省三沙景备区, 把学习王继财先进世纪, 化作戍边守海的精神动力, 用实际行动,束好蓝色国土, 王继财立起了国防动员人精神风貌, 品质修养的时代标杆, 他的先进世纪, 比例着国防动员人使之强军, 爱国奉献的生动实践, 我们一定要立足平凡岗位, 与直进泽, 敬业奉献, 忠诚担当, 征担新时代的奋斗者, 军委国防动员部动员征集局参谋郑勇说, 报告会后, 广大官兵和民兵纷纷表示, 一定要把学习先进典型焕发的政治热情, 转化为强军新军, 被战打仗的使命担当, 与直进泽, 甘于奉献的精神动力, 以立足平凡, 创造非凡的实际行动, 正当新时代国防动员兼兵, 正做新时代爱国奉献奋斗者, 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, 退役军员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, 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新年春节期间, 拥军优署拥正案民工作, 2019年新年春节即将来临, 退役军员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, 近日联合下发通知, 要求各地各部队各部门紧紧围绕服务军地建设改革, 杀势做好拥机优署, 拥正案民工作, 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, 挥聚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, 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3号, 12月25日零时53分,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, 用长征3号禀运载火箭, 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3号发射升空,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, 阿富汗首都遭自杀式袭击, 已至29人丧生, 喀布尔消息, 当地时间24日下午,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自杀式袭击, 当地媒体援引阿富汗卫生部最新统计数据称, 截至目前, 袭击已造成至少29人丧生, 并有至少20人受伤, 伊拉克总理, 美从叙利亚撤进队影响消极, 巴格达消息, 伊拉克总理阿卜多勒曼赫迪, 当地时间24日, 在新闻发布会上, 针对美国从叙利亚撤进表态称, 该决定对伊拉克产生消息影响, 需要考虑采取预防措施, 俄国防部长俄军现代化武器装备比例已达61, 5%。 邵伊古当天在国防部社会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称, 俄罗斯武装部队配备了1500种武器和8万多件军事装备。